大家平安 在今天这个主日 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 我们赞美敬拜我们独一的真神 我们谢谢神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能够与神如此的亲近 在神的殿中赞美敬拜 聆听神的话语 感谢主求祝福我们一下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的主日 我们所要分享的主题是 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基督徒唯一需要敬畏顺服的 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 那么呢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顺服呢 凡事存敬畏的心 那我们怎么样的顺服 我们在看顺服的经文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顺服之后 我们能够得享什么 我们能够得享的是安息 在圣经里头 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说 凡老苦当重当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清醒的 我们谢谢主 我们只有转向主 我们才可以得到安息 那安息就是平安 就是我们转向主 我们才能得享 从主而来的平安 而这个平安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 在圣经的原则上 我们必须要顺服 我们要顺服一切的权柄 那我们知道 在彼得前书二章13到14节说 我们应当顺服谁呢 我们应当顺服政府 彼得前书二章13到14节说 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 罚恶赏善的承载 不能赏恶 这个口误 是赏善罚恶的承载 这个是在彼得前书二章里头说的 所以呢 所有能够判断我们的 也就是政府 国家 官员 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是我们主 我们的神所允许的 那因着神的缘故 他第一句话说 我们为主的缘故 我们要顺服 我们还要顺服谁呢 我们要顺服主人 也就是说可以做我们主的人 其实我们可以做我们主的人 生活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你在公司上班 或者你在工作的场所上班的时候 你的领导 你的经理 他们似乎像我们的主人一样 他可以挟制你 他可以命运你 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说 你们做仆人的 凡事要存敬畏的心 顺服主人 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 就是那乖僻的 也要顺服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 职场的人抱怨 说我的老板不通情理 我的经理似乎是不尽人情 那这个是在圣经来看 你看有 当然也有老板是很好的 善良温和 当然也有的就是 比较不好相处的 他这里称为乖僻的 就是似乎你永远都跟不上 他说的命令 他的步伐 那么似乎你永远不能让他满意 那么神说 即便是这样 你也是要顺服 而我们再看一下 圣经中顺服的经文 还有就是 以福首书五章二十二节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我们看到这里的经文 似乎对妻子不太厉害 说我们要顺服 丈夫如同顺服主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贴出来就是 其实呢 圣经下面还写的 丈夫爱妻子 就像耶稣爱教会 耶稣是教会的头 然后耶稣是为我们怎么样牺牲 为我们死在石架上复活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我们得到主的赦罪之恩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是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除了丈夫顺服 妻子顺服丈夫 丈夫爱妻子 这样的一个顺服关系以外 我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在圣经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树腰 要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年轻 自己可能是思维敏捷 那你就看不上年老的弟兄 或者家里年老的长辈 觉得他们动作慢缓慢 他们反应迟钝 他们跟不上时代 那你就不听不是的 神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以谦卑树腰 也就是说你那个态度 要非常的谦卑融合 就是刚才主耶稣的仰视 我们得安息的秘诀 那再接下去就是顺服 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要顺服 我们的领袖 我们带领的 就是在希伯来书13章17节说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 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所以我们要顺服 是因为主让那些属灵的领袖 或者那些长老牧师 那些床道人 那些小组长 他是为了神的缘故 再引领我们往前走 那我们这些的顺服呢 经文也为大家都诵读了 所以我们要顺服政府国家 我们要顺服主人 我们要顺服我们在职场的 所有的一切神给权柄的人 我们要顺服在家里 我们要顺服妻子 顺服丈夫 顺服家里的头 然后我们在年幼的 家里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那包括在教会 当然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然后我们基督徒 要顺服领袖 顺服属灵的带领者 那么如果不顺服会怎么样呢 那这里就是干犯权柄 就不顺服就是神 因为他们的权柄都是神给的 所以你不顺服就是 你干犯了神的权柄 因为你不顺服他们 就是不顺服神 不顺服主 也就是说你不相信主 在他们身上是有主权的 所以呢我们看到 最坏的就是杀但 他起来背叛神 刚犯神的权柄 这是我们全宇宙间第一宗的大罪 然后杀但不仅自己抵挡神 然后他还跟从着就是三分之一的天使 也堕落成为沙当的爪牙 成为魔鬼邪灵 然后还有就是在圣经旧约里头 诺亚 诺亚班中的诺亚 那其中有个儿子叫韩 他呢父亲是在洪水过后 就是中葡萄园 然后在葡萄园 就是酿葡萄酒 然后喝酒以后有一个丑态 然后韩就去揭露他父亲的丑态 那他父亲就是年长的 在年幼的身上 神是有赋予权柄的 所以呢他刚犯了父亲的权柄 后来父亲就咒诅 咒诅他这个姿态 那他这个姿态你觉得就是咒诅一个人吗 或者一个家族吗 当时他的父亲只有三个儿子 就是从方舟里出来 就是诺亚的三个儿子和儿妇 所以就是三个姿脉 家族的姿脉 所以他咒诅了一个姿脉的话 他父亲咒诅一个姿脉的话 就是当时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 都被他影响了 那我们其中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犯神的权柄 有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的话 那我们说如果是那些权柄 他并不是合神心意 或者说不称职 或者是这个国家政府推行的政策 你心里是没有平安的 或者是教会里头推行的一个要实施的 嗯 一个政策或者实施的一个计划 他并没有给你带来平安的 你觉得是否是应该要顺服呢 那再讲到就是最简单的家里 说妻子要顺服丈夫 那如果丈夫做出来的一个决定 并不是 那我们觉得 非常的 属 合乎神的心意 然后很属 属神的 那我们是否都要顺服呢 是无条件的 百分之百的顺服吗 从态度上来讲 我们确实是要百分百的顺服 但是呢 他这个顺服呢 在这个权柄上面 他是有一个次序的 所以我们要求神 从神而来的智慧 然后我们可以判断 我们可以分别诸灵 我们只顺服圣灵 对吧 那怎么判断次序呢 就是我们第一的权柄 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来自神 所以呢 权柄的最高 最高的 我们要服从的 就是神 神的权柄 神的权柄 高于人之上 任何一个机构 任何人 所以呢 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所以我们要顺从神 我们要听神的话 而不是听人的话 在旧约戴衣离书的 戴衣里的三个朋友 他就不拜 弥布蒋尼沙王 所立的那个金像 就不拜偶像 那我们基督徒 也不会去 敬拜出神以外的 任何的偶像 那可能在这个上面 有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神 摆在所谓 我们为神受逼迫 是应当的 因为主耶稣说 我们要学他的样式 然后我们要负他的恶 所以他所走的艰难困困 主耶稣 他亲自 是神亲自 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那还是有人敌胆 甚至把他钉在石架上 那我们神的这个权柄呢 最直接的 当然就是你祷告 圣灵会在你心里动工 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 为我们祷告祈求 圣灵带领我们 那还有一个就是 神又留下一本圣经 圣经的话语 他除了就是道 叫logos 然后还有grimmar 就是你看了这个话语以后 圣灵呢 会有一个启示在你的心里 然后让你呢 跟着神的这个启示 去做判断 去做决定 那就你或总或佑 神都在后面 告诉你 就是你大胆的往前走吧 神都在后面 忽悠着你 所以你不要怕环境 你不要怕撒当 怎么样的试探 你要让你落入危险 你只要紧紧的装住 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就是神会给我们圣灵 神赐下圣灵 五旬节以后 耶稣基督 向上高天 他赐下圣灵给我们 所以神与我们同在 耶稣基督 两千多年前 为我们生在世上 那当他完成了 所有救赎之功以后 那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战胜了仇敌 然后他已经把死亡 阴间的钥匙拿在手里 他可以破除所有的魂吧 黑暗的属于 魔鬼的响制 所以圣灵 得圣的灵 神的灵 在我们心里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神的灵 我们可以听懂 或者听到 或者愿意去听神的话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个神叫我们 不要离开肢体 教会就是因为你的肢体会给你印证 就是神让万事万物 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的益处 所以你呢 也会从旁边的环境得到印证 那我们除了 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他的次序 那如果没有听过圣经的人 神还赐我们 因为我们如果洗礼以后是 圣灵和你的良心同正 你是神的儿女 那如果还没有洗礼的人 至少神赐给我们良心 那良心是什么 在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 同坐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 也就是说良心是仅次于神的权柄 他又高于所有的人的权柄 这就是我们每一次看到 就是在法庭上他们判断 这个人有罪没罪啊 各种就陪审团的判断啊 就是这个人的良心中间的一个判断 他是高于其他的权柄 那高于其他的权柄 因为连良心也是神赐给我们的 那我们举个例子 良心怎么判断 假设你也不是基督徒 但是呢 如果你的丈夫 你就算不是基督徒 神赐的原则是没有边 只是你不能遵守 或者你不愿意去遵守 那丈夫是妻子的头 丈夫在妻子身上是有权柄的 那这样子说 如果丈夫去赌博 丈夫是如果去做一些损害家庭利益的投资 那妻子觉得非常的不安 或者是偷窃 或者是去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 那妻子可不可以去劝说 去拒绝去跟从呢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 我们刚才所说的 所谓的我们自己的良心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世上每一个人 根据神所赐的法律 法规和道德标准 你是有一个常识性的判断 但你这个常识性的判断的时候 我们知道 就是说 你可以跟从和不跟从 因为你有自由选择的意志 那你在基督里 当然你有不犯罪的自由 你可以跟罪说不要 那接下去就是说 良心当然有时候会软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 因为当你不断地在重复地做一些 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良心会渐渐麻木 当你的爱心冷淡的时候 你会软弱 你会妥协 你以为大家都这样做 我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在神的原则里头 就是是 在耶稣里头是是的 那耶稣以外都不是是的 不体贴神的就是不是的 当然神也让我们灵巧相舍 良上无鸽子 你要寻求从神而来的方法 去解决这个事情 那我们看到就是神次的权柄中间 很多人具体的讲到就是 这次新冠疫情到底是要打疫苗和不打疫苗 我之前有一次主日专门告诉大家疫苗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国外打的是火性疫苗 那个国内中国打的是灭火的疫苗 那我跟大家都阐述了这个疫苗对我们人体的基因 实际上从科学家给我们的这些资料来看 它并不会说改变我们的基因 或者是它直接就现在 虽然它的疫苗不完全 因为它拿去实践的时间不够长 但是也不能说疫苗直接就是像现在阴谋论说的一样 就是它为了灭掉世界上多少的人口 要留下怎么样的精英 落后的国家 那就是说不是首选的 那先进的国家它更有机会存活 那其实这个中间夸大夸大了这个疫苗的作用 或者夸大了一些阴谋的作用 如果在这样子的上面呢 其实圣经有一句话在启示录 它对七个教会中的推亚推拉教会的一个 写了一句就是二章二十四节说 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 就是那个教会其余的人 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 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 撒旦深奥之力的人 我告诉你们 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就是其实说白了 就是圣经是叫我们把担子 把所有的负面的 不属神的 其实我们可以奉神的名魂吧 我们可以奉主的名 把它交在主的手中 当我们解决不了的时候 因为在神没有完成的事情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神要我们保持我们的信心爱心 要守住那个纯正的话语 就是我们的眼睛是定睛在福音的核心 定睛在十字架的道路 定睛在主耶稣上面 我们往前走 我们不要看那些撒旦生号这里 也就是说你不用看今天假钞怎么做 明天假钞怎么做 你不用去学习这个 因为它是一直在变化的 可是我们的神是不变的 我们倒不如用这个时间 我们用这个经历 我们单单住学耶稣基督 我们单单看我们的神 那我们的神是真的 所以真的是不会变的 当你学习以后 你不用遭令西感 因为神从更古到永远 祂从来没有变 即使我们是施约 神也不会施约 因为神是守约 施慈爱的 我们的神是信使的神 好 那我们这样子知道 我们要顺服 那顺服的关键 刚才我前面 最前面的那个经文 已经告诉大家了 就是学习耶稣基督 柔和谦卑 因为我们顺服的结果 就是要在神里头有平安 跟神亲近 那我们的顺服的秘诀 就是我们要谦卑下来 在圣经的马太福音 二十三章十二节说 翻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所以神会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神国的这个 这个就是非常美好的 一个特质品额 那腓立比书二章五到九节说 你们待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 取了奴婦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谦卑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所以当你降卑的时候 神就赐我们 可以升为高 也就是当你降卑的时候 你与耶稣基督同负他的恶 然后耶稣基督他得胜了 那你也得胜 耶稣基督他与父在一起 我们也与父在一起 我们再没有那个慢子的隔阂 让我们不能到神的面子远来 坦然无序 就是你完完全全的到神的面前来 得蒙恩典 那我们从小事上 神其实一直在训练我们 不是我们只是到了教会 神教我们 或者我们学了圣经 神教导我们 那我们在学习 谦卑这件事情上 我们看到 当我们成为一个婴孩 刮落地 在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最小的一件事 我们至少要从顺服父母开始 因为父母生了我们 教养我们长大 所以连主耶稣在路加福音 二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里也说 耶稣说 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他所说的这话 他们不明白 他就从他们下去 回到南撒路 并且顺从他们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 主耶稣也说 他要顺从他在天上的父 他给我们做一个反样 就是我们也要顺从 我们在地上的父亲 因为他说 父怎么要求他 他也就怎么样去做 那父要求他 什么时候上十家 他满腔的热情 他愿意牺牲 但是最后上十家的时间 他还是按照神的时间上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疫情 我们这次的疫情指出 也是神的时间 我们不会因为疫苗有多么厉害 科学家有多么伟大 医生有多么伟大 我们就能够让疫情就是过去 而是因为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伟大 我们的神的时间 是最好的时间 神所有给我们的一些困境难处 这一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 继续往前走 所以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七节说 人在幼年复恶 这原是好的 也就是说 你在小时候 你可能因为顺服 受了很多的苦 或者是这个环境 让你呢 跌倒了又爬起来 你受了很多的训练 神说这原是好的 因为神在每一件小事上 都是无不为了我们的益处 而让我们去经历 那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 圣经上说 你们做仆人的 凡是要存敬畏的心 顺服主人 不但顺服那善良问和的 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这是前面我们也念过的 所以在我们顺服的过程中 一定不是容易的 因为有那种叫做乖僻的 就是可能 他也未必是正确 但是呢 他却正正有词 他可能就是非常的 让你很难度过那些时光 但是神说我们要选什么 纯敬畏的心 不是敬畏他 我们是因着敬畏神 我们顺服主人 顺服主人的结果 就是主要和睦 而不是一直争端 那么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 就是要爱灵舍 就是爱别人 你顺服的过程就是爱别人 那耶稣基督在 福加福音十章二十九节里说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利 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灵舍呢 也就是说 我到底要该顺服谁呢 就是我们顶嘴耶稣基督 那谁是我们的权柄呢 我们要顺服谁呢 这个人其实也未必是值得我顺服的 这个权柄未必是值得我去顺服的 我们也知道我们要顺服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要顺服人 而且是不可爱的人 也未必是完全的人 或者他的决定漏洞百出的人 那神说我们怎样顺服呢 那其实神首先要我们的就是爱 那爱就是要舍己 因为你首先在态度上 你要非常的谦卑融合 而不是说你直接就是 没有求神的一个智慧 然后你用你自己的方法横冲直串 然后你就引起了很多的纷争 然后你问题没有解决 你会惹出更多的问题 但实际上你想解决的问题 并没有解决到 所以呢神给我们的功课 首先就是谦卑 谦卑就是要舍己 要舍己就是我们要被神破碎 就是不太舒服 这个顺服的过程不太舒服 他明明没有理 可是我却要尊重他 我却不能去直接 可能有各种方法神给你 可能神也给你干强转 你可以直接反看 直接指出问题 可能神让你就是你再等一下 让那个人自己悔改 那或者是 神他自己亲自的 让我们就是能够 在我们生命中 去忍受更多 去得更多的冠冕 所以神允许这个事情 一直在存在 因为可能对方的心很干硬 神也给他时间悔改 可是呢 在等待的过程中 那我们呢 彼此相互彼此相爱的时候 我们就变得时间更长 忍受的时间更长 忍后的苦楚可能更难一些 那但是神呢 说他还是愿纳什么样的呢 谦卑的人 因为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 神主胆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当你如果是要亲近神的话 你一定是谦卑 因为神主胆骄傲的人 人非圣洁不能见土面 你要得福门恩 你一定跟主在一起 你亲近主 你如果离主那么远 那你怎么会不落入试堂 你怎么不会不落入危险呢 所以我们看到 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就是要和睦 要谦卑 那具体实施的方法 菲利比书二章三节说 凡事不可解荡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其实重点就是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要觉得自己都没有错 当我们觉得自己都没有错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已经落入了一个 骄傲里面 舍己呢 礼服所述五章二十五节里头有说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 这里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所以我们看到舍己破碎的这个程度 是要老我完全死 死了 毕竟你看耶稣基督死在石架上 被埋葬三天后复活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我是死透了 完全在我们身上不能有作为 这是我们要学习 要被训练到这个程度 那么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说 我们为什么不要骄傲 是因为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 反复不是领受的呢 好狠的一句话 就是说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 你比别人强是你自己做的呢 是你自己做的呢 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恩典 神的赐福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忘记神的恩典呢 你怎么会去数算自己的荣耀呢 我们应该数算的是神的荣耀 我们应该数算的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不能归荣耀于自己 就这个意思就是为何自夸呢 反复不是领受的呢 所以连我们相信的心 或者连我们愿意去顺从的心 都是神赐的 但为什么神赐你呢 因为你柔和谦卑 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子 没有说我们已经学赢了 没有说我们已经做到柔和谦卑的样式 就像我们洗礼的时候 我们说你相信耶稣基督 为你的罪在十架上吗 你相信主耶稣赦免你所有的罪 你相信都是在为你相信吗 你相信你罪得赦免吗 没有说你知道你明白 你非常的浓会贯通 你精通吗 不是你相信吗 也就是说你有愿意的心吗 你愿意跟从吗 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祝福 就是谦卑柔和的心从神而来的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能够心里柔和谦卑 赴我们主耶稣的样式 这就是进入安息平安的秘诀 那我们这个展示在我们对全病 神的全病上面 我们是有一个顺服 而这个顺服也是从神而来的一个祝福 那是因为你越贴近神 越靠近神你就越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神的旨意 那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 我们自己没有平安 然后就是你刚放了权利 那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我前面也举例了 举例了诺亚的儿子 就最小的事情 只是在家里刚放了他父亲的一个权利 嘲笑或者是揭露他父亲的一个丑态 那我们也看到笔干就是旧约里头 他去不顺服摩西的一个权柄 然后他地就裂开了 sorry 不是笔干 是可拉 大滩 雅比兰 他纠结就是在旧约里头 他纠结了众人去反叛 干犯了摩西的权柄 他不相信神赐摩西给权柄 神能够管理得好 那当时是人 就是反叛的人是活活的坠入的阴间 我们看到这种可怕的神的正怒刑罚 如果我们不顺从神的话 神的正怒是一直在我们身上的 而圣证正怒在我们身上 我们怎么可能有平安 我们怎么可能得安息呢 所以我们要谦卑下来 我们回到主的面前 那这个时候原则就是神居首位 神的权柄是首位 然后我们的良心 那我们看到神的良 让我们有的良心 就是也是神所赐的一些常识 我们不能违背常识 也就是所谓的良知 那在神的国度里头 你越谦卑你越靠近神 因为神把你身为自高 神在自高之处 所以你越谦卑 你越贴近神的心意 你越乖僻 然后呢 你可能就去离神越远 那你这个时候就没有了 神所赐的生命的关系 那没有了神所赐的平安喜乐 在圣福的过程中呢 有一个秘诀 就是你要爱别人 那你爱灵舍爱别人的表现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那我们要知道感恩神在 任何的环境 任何的人放在我们的生命中 不会是对了我们的益处 所以我们因着我们敬畏神 我们去接受 我们去接受环境 把环境当食物吃了 我们把神的话语当食物吃了 那我们把侍奉神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我们去做的一个行为 我们当食物吃了 你有这么多的食物吃 你怎么不会长大呢 因为学习 主耶稣千贵柔和样式 然后富足的恶 然后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子 我们需要长大 我们需要长大 我们需要神的一个赐福 让我们在灵里头 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我们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被动挨打的地步 那我们今天最后再看一下诗篇18篇 我们来一下具体的操作 我们学习一下诗篇和我们旧约中最厉害的一个王 大卫王他写的诗篇他当时是被扫罗追杀 然后就是在仇敌不放过他的这样的日子里头 他是怎么样的跟神的一个祷告 与神的一个相较 好我们去看一下诗篇18篇 诗篇18篇第一节就说 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于灵长 但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 第一句话 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 感谢主我们学习到的就是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中 我们都可以亲近神 我们可以跟神零距离 因为我们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宝血涂抹 遮盖我们的重罪 所以我们可以与神零距离相交 那我们看到呢 他第二句话说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伤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那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看到主耶稣 他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呢 是大卫他深深知道的 我们知道大卫他在这样的一个景况和日子中 他没有就是那么被敌人的一个追杀 被敌人的一个破坏 破害 他并没有离开神 并且他还更坚定 说我所有都是靠你的 你看盘石伤在救助 这些岩石都是坚不可吹的 你是我坚不可吹的一个盾牌 接着大卫就说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就是他不求 他不求人 他只求神 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所以他能够得胜 他能够存活 他知道我要求告的是那位独一的真神 他给我们的启示是 就是这里画给我们的启示是 只有靠神我们才能活 不靠神我们都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看到四节到五节 我们是没有神我们所到的境地 跟大卫一样 或者是比大卫一更长 是因为神有死亡的神所缠绕我 匪内的急流使我惊惧 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大卫已经濒临死亡了 他被迫害到 就是周围全部都是敌人 并且他快死了 然后还有什么 第五节 阴间的神所缠绕我 死亡的网罗领导我 也就是说根本就无路可逃了 感觉就是必败的一个景况 那第六节 大卫说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他面前 录了他的耳中 感谢神 他在急难中 他没有抱怨 他直接求告神 并且呢 他呼求是 他还去教会 因为这里写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也就是神在神的殿中 听了神的 听了大卫的祷告声音 我在他面前呼求 顾了他耳 所以我们看到 教会是如此重要 教会是这个世代 末后世代 唯一得神祝福的地方 因为主耶稣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 那就是与主联合在一体了 分不开嘛 头跟身体分不开 那这个世上 只有在班中里头 在耶稣基督里头 你才得祝福嘛 是啊 你说圣灵住在我的心里 那神与我同在 我也是得祝福对 但是神有说 你是要肢体互相配合 互相成全 互相彼此相互 所以你一个人成不了肢体 一个手指跟头联合 没有任何的意义 但是你的所有肢体跟头联合 那你就是完整的嘛 好 那我们看到 神为大卫去 就是战胜了 神去战胜从地 不是大卫去做 我们因为它非常的长 十八章 诗篇的十八章 非常的长 那我们现在直接跳到 就是中间都是 神怎么样的兴起 神怎么样的为他去 就是如何的伟大 如何的让人敬畏 但是呢 我们到直接先看到 十六节开始 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 所以神在高天之上 我们已经落入一个 就是灰尘里头 或者粪堆里头的这种地步了 圣经里真的有讲 他从粪堆 灰尘里把我们提拔出 就拔出来 所以我们已经落入了一个 就是无药可救的地步了 可是神却从高天之上伸手抓我们 把我们从大水中拉上来 就是说你的环境 你的困难像大水一样 要淹没你的时候 神是把我们拉上来 没有说那个大水就没掉了 消失了 而是神让我们高过那个困难 就是当你醒过的时候 神让你可以看到你的胜利 然后十七节说 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 和那些恨我的人 因他们比我强 所有恨你的 抵挡神的人 他不一定是比你弱的 他都是比你强的 那神呢 却让我们可以赢过他们 十八节说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